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张图先看了以后 你在拼图版的时候 大概就有规律去遵循 能不能成我不知道 但是我最起码觉得 这个结果是吸引我的 我们回报收入更多 我们的后台更强 对升级版的产品 它一定会围绕着个性化的 是很定制的 在中外合资企业 做一个财务经理 那时候我是在美国的一个 穷留学生 我那一年是46岁 在海南南方新的投资公司 任副总经理 那时候我在做丝绸的出口贸易 我太太的办公室的同事 是我的一个部下 跟我讲的案例 我的一个生意的伙伴 无意当中跟我讲的案例 来我餐厅吃饭的 一个客人 自己纽约的一个警探 叫Michael Gettys 我的初心就是觉得它是一种保障 就是这一份保障 它的科学公平合理 多劳多得和无限发展的空间 这样一个计划 把我吸引出来 获得财富 可以获得健康 可以获得朋友 可以获得家庭的幸福 还可以获得旅游 自由 尊重 这个生意当中 每个人进来 他都有不同的 他的一个卖点的需求点 还有很多高端人员 他们被吸引进来 是出于什么 看到里面的副价值 你在任何职业当中 你都有一个退休的时候 甚至企业发生意外的时候 所以很多今天在国外的人 一般都不会有一个单向的一份收入 他希望有两到三份不同的收入 或者理财的收入 或者投资的收入 还是什么 兼职的收入 可能这份收入 甚至一定的时候 会变成你的主要收入 会变得更吸引人的 那我们从加入安利的第一天起 就会有创业的老师 安利是一个有人帮 有人教 有人带的师 有创业的老师 从你加入的第一天陪伴你 你的心路历程 心坎 心态不对了 师父帮你调整 跟别人沟通安利 遇到困难了 遇到挫折了 给你沟通 调整你心态 你说我架子远景 残米试探 不会有师父教你 你说我带朋友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怎么教 还有人教你 这就是住人者自住 这就是安利的 他的价值观 也是他的文化的决定的 但是安利的制度 让你必须自己 不能自私 你不能狭隘 这种创业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安利 他已经升级了 安利把互联网 跟人联网 双网合并 推出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叫安利移动互联创业新模式 我们的顾客通过我们的商业交易平台 线上进行交易 线下进行体验 自由的 没有时间限制 24小时可以经营 我们拿着一部智能手机 就可以创业了 这种创业方式 我认为特别适合我们未来的 80后 90后 乃至将来00后的年轻人 2016年是安利中国的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第二轮 时隔20年之后的新的一轮创业的最佳的一个时机 它就是一个消费者的时代 消费者的时代需要两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有庞大的消费者的数量 第二个就是要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体验的质量的部分 安利已经培养了数以亿计的 用过安利产品或正在使用安利产品的 这一个数量级的消费者 另外一点 安利今天正在做的体验战略 这两个点引爆在一起 就一定能够会成为一个新的时代下的 属于安利的一个新的商机 第一给我们的顾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第二个给我们的影响伙伴提供最优秀的一个创业机会 这个没有变得 而安利的保障没有变得 安利生意的设计创办设计就是 它的基于是助人自助 自助助人的原理 这份保障其实是这种双倍的收获 双倍的喜悦 是双赢的 无处不在这种尊重人的这个部分 其实尊重人是一个常态 是一个不太值得去提的 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那恰恰这个社会 我们的周遭最缺的 就是这一份真正的纯粹的尊重 为什么安利一直在讲为您生活添色彩 这个色彩是很丰富的内涵 让你从物质的精神的 个人的成长修养 包括你的所见所闻的 包括你这辈子的生活方式 它发生的这种改变 它是让我们每个人愿意留在这儿 而愿意去追求的一个结果 我最想说的那句话就是 态度决定成功 这就是创业者的态度 我作为创业者 我要有创业者的定位 我要有创业者学习的态度 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 要选对创业风口 第二 要选好一个创业平台 你的未来不是梦 Try or Cry 这相差一个字 如果你不去尝试 等待的 你这样是Cry CRY 就是哭泣 沮丧 抱怨 只有尝试 你的人生才更加精彩 创业就像走一条隧道一样 如果它清楚 为什么要走出隧道 为什么要拥有光明 每一个人都能启动它的前任 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